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,一大皇家酒店,天悦饭店关怀在地果农,下定高雄地区一吨水果,即日起在自主餐厅及主题餐厅同步推出交新菜单,用香蕉、凤梨、荔枝等入菜。 皇家酒店总经理林福乔表示,虾果子败树头,将扮演帮助农民的领头羊,推广产地植纵五星级饭店。 一大皇家酒店,天悦饭店今天携手举办虾果子败树头活动,由西餐主厨曾国珍式饭消暑的香蕉火焰冰淇淋,日本料理主厨夏志成做了相当费工的香蕉寿司,把要送去去画的香蕉换画出令人实质大动料理。 除此之外,皇家酒店推出了苏榨香蕉紫菜鱼卷,香蕉寿司,白丝香蕉,培根香蕉卷,香蕉闪电泡芙,香蕉栗子蛋糕,凤梨海鲜沙拉中,循迹沙拉凤梨沙沙,天悦饭店端出了香芒鲜虾卷,波罗超鸦片,地质墨鱼沙拉及香蕉法式吐司, 做法强调清爽开胃,林福桥说,自已是高雄在地人,一大的邻居大树,燕巢,其山区一带都有品质绝佳的水果,将推动产地直送饭店,让客人吃到最新鲜食材,天悦饭店总经理冯丽萍表示,闷热天气会影响食欲胃口,利用当即盛产的水果菜肴,不但少了油腻感,还可飘散鲜果果香, 即日起入住客房内会赠送免费的香蕉